第十六章 薇荷花 上一章节讲到 小米 老明星和米半城 在听丁仁讲起 血忧咸的故事 丁仁的话语之中 有着无尽的幽居之意 小米的心想 你这个东西虽然讲得不错 但是这种事 一向都是不怕个贼来偷 就怕个贼在掛着 难道你一直都是这样放着吗 米半城的面上 亦都是露出不以为言的神情 过了一会儿 他才对丁仁讲 丁仁先生 我应该比你大一点 我就叫你一声兄弟 我跟你说 这个血忧咸的事 我们只要尽人事 听天明 今生和尚要处心積累 一定要将这个血忧咸偷走 恐怕会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 丁仁他又摇摇头 面那里露出了灵重知识 他就慢慢地说 老爷子 多谢你一番推心置福的言语 不过我们作为守贵人 自然要不欲使命 如果被这个血忧咸从这里离开 那我们死后 也都没面子去见我们那些列祖列宗了 小米的心里还在奇怪 这个血忧咸的歇扑 为什么又变成守贵人 丁仁随后说的这番说话 就解开了他心里边的疑惑 只听到丁仁他又说 我们天童子当初为了被复活 才逃到这个大山漠之中 随后在这个魔鬼城的下面 建造了天眼子天童子两处所在 天眼子的同门 全部都是和尚的打扮 他们四处去打劫 为了筹钱去见这个天眼天童子 两处的寺庙 天眼子的同门为了筹备资金 而我们天童子的这些门人 就负责守护幽冥铁柜 当初发现这个幽冥铁柜的时候 也是出于无意 谁想到一打开幽冥铁柜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条幽冥 当时我们天童子的老组 真是有惊有喜 这个血幽冥的出现 真是让天童子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又查了很多资料之后 天童子的老组终于确定 这个黑蒙蒙的东西 就是上古时期 苏游和皇帝逐陆之战 北敌之后 逃之夭夭的 那个邪气血幽咸 确定了血幽咸之后 对于这个血幽咸是怎样去使用呢 我们天童子的老组 和天眼子的老组 亦都发生了争执 天眼子的老组 他就建议把血幽咸拿出来用 接着就借着血幽咸的力量 逐六中圆建一番事业 天童子的老组 他就建议把这个血幽咸 继续放在里面 不让他离开这个铁柜 免得这个大空之物流到世上 引起无尽的沙海 两个人就在吵了 哪个都不让哪个 哪个都不服哪个 最后呢 就决定比武 以最后输赢 来决定另外一方 听从对方的安排 接着两个人就打斗起来 一番打斗之后 天眼子的老组 就不敌天童子 最后天眼子就发誓 绝对不会透露半句 就是这样几个月之后 这个天眼子的老祖宗 他心情就很屈满 接着就死了 从那次之后 天眼子的门人弟子 只是知道天眼子的地下 藏着一宗巨宝 拿出来之后 富可敌角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而知道这一切所有秘密的 只是只有天童子老祖中 留下来的这班人知道 只不过天童子的老祖 他留下来一个死命令 要门下弟子 生生世世作为守贵人 不可以离开这个幽冥铁柜 不准离开这个天童子 更加不可以把这个血幽闲放出去 天童子老祖 以魂魄注入到血幽闲的体内 以魂魄来交换 愿意生生世世 做这个血幽闲的仆人 侍奉他 代价就是 不让这个血幽闲离开 幽冥铁柜 遗祸世间 说到这里 丁人终于停下来 这个密室之中 一片死蜘蛛 正继继 没有谁出色 老明星的眼里露出了敬佩之耳 然后他就慢慢地说 丁先生 你们天童子的老祖 做出这样的一番举动 我们真的很佩服 老母很想和丁先生交朋友 不知道丁先生 愿不愿意 丁人 他就微笑了一声 他就说了 我丁人这一世 在这个天童子的 幽冥铁柜那里 可以交得上 几个朋友 今天在这里 认识几位 是我前世修理的福气 自然是求之不得 老兄弟 你千万不要客气 老明星 也微微一笑说 丁兄 那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 米搬城他似乎很欣慰 他停了一下 他都继续说 丁兄弟告诉我 我身上所种的这种极毒 叫做七里香 这种香气 是来自那些小红花 那些小红花 是传说之中的密河花 只有地下忧心之柱 而且阴气、航气 都很重的地方 才生长 这个密河花的花旗 有半年那么久 开花自制 只有隐隐的忧香 这些忧香 如果没有好心的功夫 是很不容易觉察的 等你确察到 这个七里香 已经入了骨了 七里香的极毒 远入根骨经物 人是提不起力气的 不会武功的 不觉得会怎么样 懂武功的 就像个废人 那样全身的武功都没有了 你说得不得人害怕 阿爺我种的 就是七里香 丁兄弟的告诉我 这个七里香 它生在幽冥铁柜的旁边 只要入到幽冥铁柜之中 和这个血幽冥铁柜 住上一头半个月 七里香的极毒 自然而然就解了 不需要其他的解药 这个血幽咸是天下的大空之物 任何极毒遇到它 都是小彩一碟 只不过种了这个密河花 七里香极毒的人 除非是苏油一蜜 或者是老邦的缺一门门下 又或者是五岛米的传人 才可以入到这个幽冥铁柜这里解毒 否则 其他人种了幽冥花毒 只有等死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入到这个幽冥铁柜的人 除了苏油、老邦、五岛米之外 其他人都是有来无回的 这个血幽咸会硬吃了人的幽冥 留下一句尸骨 都算是好的 很多的都是尸骨无存 老明星看着丁人 他就心想 这个丁人还有那几个丑百贵的门下 估计都是幽冥铁给了这个血幽咸 所以他们才毫发无伤 小米抬起头来 望着眼头顶上 那个黑默默的血幽咸 他就在那打烂阵 丁人他看着米半城 他又说了 倒爷子 你就在这里多住几天了 等这个幽浩花他解除了 才出去都不迟 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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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丁兄弟了 真是实在好不好意思 丁人他们摇摇头说 哎 丁某在这里整天都很无聊的 有几位在这里相陪啊 真是再好不过了 好吧 这一章节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继续来听下一章节啊 我是拿宝啊 如果喜欢拿宝讲的故事 请关注和订阅啊 多谢啊 第十七章 幽灵铁柜 上一章节说到 丁人他就建议米半城 先在幽灵铁柜这里住下来先 先解除了 密河花那里 就是这样 米半城和小米 就有老明星 在这个地下天童子的幽灵铁柜 那里住了下来 丁人吩咐门下的弟子 还有那几个丑霸怪 时不时就送一些东西过来吃 这些食物呢 不是很政治 但在茫茫的大沙漠这里 三人都不要求那么多 只要求 可以填饱个肚子就行了 江阴似箭啊 就是这样过了三天 米半城身上的幽河花毒 已经解了大半了 这一方面 是血幽咸的功劳 另一方面 自然是米半城 他自身功力所致了 眼看再过四五日的功夫 米半城身上的幽默荷花毒 就会全部都清除了 就在大四日的上午 四个人正在铁柜那里 在那里聊天 忽然之间 就听到铁柜的外面 有一阵脚步声 快速地向这边走过来 听这个脚步声呢 是很仓促的 丁颖呢 他眉头一皱 他就起身说 我出去看看先 说完 他随即就站起身 在门口那里走出去 老明星呢 他就心想了 脚步声看着 好像有七百个人 那么多 看来外面 一定是有外人来这里了 来的人到底是谁呢 那个灭生和尚 他就很怕这里的秘密 被其他人知道的 所以呢 他是一个人 独来独往 来的人 应该 不是灭生和尚才对 老明星正在想着 丁颖 已经走到铁门的前面 伸手一推 到铁门 居然被人从外面封住了 竟然没有退开 丁颖大吃一惊 再一次商长 放在铁门那里 他口里发出了一声低哄 他那队长同时发出力气 只听到咚的一声响 铁门只是震了一下 都未被打开 定人又试了几下 铁门还是闻思不动 这个时候 米半城小米和老明星 全部都走了过来 四个人站在铁门那里 在商量 老明星呢 他就沉声说 老大哥 我们另外想办法吧 外面一定是有人搞鬼了 将道门封死了 小米呢 他面色的一白了 他就喃喃自语地说 蛤 那我们 不是被人敢困死在这里 米半城的木刚 看着那扇铁门 他就慢慢地说 他就说 那帮人 不是想困死我们 他们是有要求的 只不过 达不成目的 才令牟他损 他把铁门封死了 是想逼我们 所以 我们暂时 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说到这里 米半城 他看看物色的一质 看着 是丁人 吩咐的弟子 送过来的食物 他又慢慢地说 这些食物 还可以维持 一头半个月 就是这个物色被封住 里面的氧气 可能就不多了 我们坚持到多久 说到这里 米半城的木刚 就望向丁人 丁人就摇摇头说 老爷子 这个 你就儘管放心吧 我们这个密室 休闲的铁柜里 虽然说 是一个四四方方的 大铁柜 但是它的密封性 不是很好 铁柜的四质 还有很多垃圾 就好像 这个铁门 和柜之间 就有大概 几毫米的垃圾 这些 足可以让空气流进来 如果这个铁门的垃圾 被人从外面封死了 那我们 就把柜的顶端 那几个水晶的天窗打烂 这样一来 都会有空气流进来 我们就不会窒息而死 小米听到他说到这里 才松开一口气 老明星他就笑着说 哈哈 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安心住在这里 静观其变 看看外面那帮人 到底有什么阴谋鬼计 小米的眼珠转了一下 又问 老大哥 你猜不猜得到 那帮搞鬼的人 是谁 老明星呢 他也眼珠转转 他就说了 我估计是那个灭生和尚 小米呢 他又问 为什么啊 刚才外面的脚步声 是不止一个人的 老明星呢 他又说 我刚才都想过这个问题 那个灭生和尚是喜欢一个人 独来独往的嘛 但是 这个密室这里 有我们这几个人 灭生和尚 他一个人 他是对付不了的 所以 他才去找帮拖 找其他人 一起联手来对付我们 我们 就耐心在这里等几天 好快就知道外面 是谁在这儿搞鬼了 小米他就点点头 果不其然了 三日之后 就听到铁门的外面 远远的一阵脚步声传了过来 四个人都側着耳朵在那儿听 只听到那个脚步声 来到铁门之前 才停了下来 跟着 就听到一个阴阴阴的声 从铁门的垃圾里传了进来 柜里面的那几位 你们还有没有在山啊 哈哈哈哈 这把声都很熟悉 这个声 只是灭生和尚的 小米刚刚说话 米半城就摆摆手 示意她不要说话 又过了十几秒之后 又听到灭生和尚又在这里说了 聖丁耶 佛爷又来了 只要你答应佛爷 把里面那样东西交给我 佛爷就立即放你们出来 丁仁就忍不住大声来骂他了 放你老爸 丁某 是不会听你的 灭生和尚 他沉默了几秒之后 才懒笑说 哈哈 好 既然你不听 那佛爷就来超渡你 送你去西天好了 来呀 兄弟几个 把铁门的窄窄 全部都和我封死了 看看里面这几个人 还可以活几天 随后 密室铁门外面 传来了 嘶嘶嘶嘶嘶的一些声 过了一阵 那些声就停止了 铁门外面 就静悄悄 没了声音 密室里面四个人 都是你看我 我看你 过了一阵 米半城他就看着丁仁 他就说了 看来这一魂 还是要把那个天窗打破 才行 丁仁他迟了一下 想要说什么 但他最终 他没有说出来 只是点点头 老明星他就沉声说了 要是这样了 老爷子 我们过多一天才说 我看老爷子你身上的 幽河花毒 也都解除得差不多了 到时候 我们再把密室顶端的天窗打开 米半城听老明星那样说 他也点点头 四个人就在密室那里 又住多了一天 密室的铁门被封死了 密室四周的垃圾 又被周围那些石啸泥土 塞得炎炎实实 这里的空气 一下子就变得稀薄起来了 小米的武功是最弱的 过了一天 他就变得有些呼吸困难 有些难以坚持了 米半城的密河花毒 已经清除了 现在 他还可以勉强坚持 这一面 只有老明星和丁仁看起来 是很正常 没什么其他的异样 丁仁是常年 在这个地下天童子的 幽密铁柜那里 他的适应能力 比小米强很多倍 老明星呢 就不知是什么原因 好像这里 所有的一切 都影响不到他 好了 这一章节就讲完了 我们继续来听下一章节 我是拿宝 如果喜欢拿宝 讲的故事 请关注 和订阅 谢谢 第十八章 不逆而非 上一章节说到 灭身这个丑和尚 他出去帮拖了 他带着很多人过来 找小米他们 丁仁他看看小米 随即他就沉声说了 我们现在 就把天窗打开 他走到水晶天窗的面前 右手黑龙边一抖 黑龙边垂直就飞了出去 边梢如龙 猛然向上 跟着一下子 就捉到水晶的上面 只听到 一声响 水晶就碎裂了 水晶片 一片一片地跌了下来 水晶天窗破裂了 这个密室的空气 立即就顺畅了 老明星呢 就向上看 尾头就微微皺起来 才说 这个天窗开了 但是还是没办法出去 我们 还是被困在这个密室之中 小米就望向我爷 米半城 米半城 亦是眉头紧锁 米半城他就说了 看来 还是要想另外一个办法 才行 米半城随即 就望向密室顶端 看着那个 吸附在密室上方 黑默默的血忧痫 似乎 在想什么 老明星的目光 也落在血忧痫的身上 丁仁他就说了 他说这个办法千万不要用 丁仁呢 他已经猜出了 老明星和米半城 心里的想法 米半城他就眉头 微微皺起来 他就说了 为什么不可以用 现在 在生死存亡之際 难道 还不可以 拳移行事吗 米半城就不问反答 丁仁他就沉声地说了 他就说了 这个血忧痫 从这里出去 恐怕就会逃之夭夭 不再回来 如果这样的话 恐怕世上 就会立即发生和变 米半城听到丁仁这样说 才收声 不再说话 小米的嘴里 南南自语说 难道我们 真是困死在这里 密室之中 就没有人回答 小米看向丁仁 丁仁不敢接触 小米的目光 转着头来 望向另外一侧 丁仁他身为守贵人 他负责这个 幽名铁柜里面的血忧痫 自然是不会 让血忧痫离开这里 这个血忧痫 他很有灵性的 只要丁仁 心里面转动心意 恐怕这个血忧痫 立即就会感觉到 就会逃出 幽名铁柜 小米望向丁仁 丁仁 只见到丁仁 丁仁半城 目光闪动 望向自己 眼睛露出了微笑 似乎空有成竹 小米心里面 一会疑惑 难道丁仁 他有办法离开这里 时间就慢慢过去了 翌日早上 小米还在随望之中 就被一阵惊呼声就惊醒了 小米撑开眼 只见到丁仁 站在密室的中间 他在用力抬头 在看 他面上全都是惊恐知识 似乎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 不敢想象的事 这个时候老明星和米半城也都醒了 两个人和小米也都连望走了过去 走到丁仁的身旁 三个人也都是抬头望过去 只见到密室屋顶空无一片 那个黑文蚊 好像地毯那样的血忧癌 已经无影无踪了 丁仁 他就面如死灰 他就傻着在那里 米半城就南南自穴地说 现在究竟是什么回事 丁仁呢 他也是南南自穴地说 血忧癌走了 血忧癌走了 天下腰大乱了 他没有回答米半城说的话 而是在那里自圆自穴 米半城和老明星对望了一眼 两个人都没说话 血忧癌离开 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谁都说不定 不过对于始终在 这个幽灵铁柜里的丁仁来说 一定是最坏的事了 四个人在密室之中 就不再说话 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又听到密室的铁门那里 发生啵的声响 接着呢 就见到密室铁门被人打开了 丁仁面色大便 连望走了过去 米半城 他就见铁门被打开了 他就心中大起了 他随即就招呼小米和老明星 向铁门外面冲了出去 到了铁门的外面 只见到铁门一侧的地面那里 躺着四五具尸体 这四五具尸体 不知道为什么 这只血底的一端 竟然贴满上大量的酸血 惨白骨头上 被酸血这样一映照 真是有几分诡异 老明星走了过去 伸出手 将地面上那只骨头 慢慢地拾起来 看了一眼骨头 才寻声说 看来在外面搞鬼的 居然真是那个灭身和尚 丁门他就皱着眉头 走到几具尸体的前面 仔细地看看 只见到尸身 全身上下 没有一些伤痕 只是面上通红 满面恐惧之意 老明星见到丁门神情古怪 目光闪动了几下 才问 丁大哥 难道这些人 是那些血忧癌杀死的 丁门迟了一下 再慢慢地点点头 米半成呢 他就惊奇地说 那血忧癌 他去了哪里呢 丁门他就摇摇头说 这个血忧癌 既然已经离开铁柜了 恐怕他一时半刻是不会回来 小米他也奇怪地问 丁 丁叔叔 你怎么知道 那些血忧癌 是从天窗那里逃走的 小米的心里 那天窗是这么小 那血忧癌 有什么可能 从天窗那里逃出去才行 丁门他就沉声地说 他就说 血忧癌可大可小 自然可以从天窗的血口 那里逃出去 唉 都是我不好 不应该违背老祖宗的命令 把那个血忧癌放出去 小米呢 他就更加奇怪了 他就说 哈 丁叔叔 那血忧癌又不是你放的 为什么要怪你 你就不要自责了 丁人呢 他就后悔地说 他说 血忧癌虽然不是我直接放的 但是我打水天窗水晶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会有这个可能 所以 是不是我直接放的 没有太大区别 几位 丁某已经让那个血忧癌离开这里了 丁某就有责任把血忧癌找回来 几位就此告辞了 说完 丁人就转身要离开这里 老明星见到他要离开 就连望开口说 老大哥 好啊 不如这样吧 我跟你一起去 丁人呢 他就说 你没有其他东西吗 老明星他想了一下 随即他就摇摇头 丁人他就沉声地说 好 那我们兄弟两个 路上都有个伯 小米听到老明星 竟然要跟着丁人去 他的心呢 就有点失落 老明星那对眼望向米半城和小米 他沉思了一下 才嘴角微微一笑地说 老爷子 小米姑娘 我们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 但是我们也算是有缘 以后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 那就去山东找我 小米呢 他就小小声地说 老大哥 你 你是山东的 老明星还没回答 就听到前面的通道之中 远远地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这个脚步声 塔地有声 竟然好像庞然大物 从通道的另外一侧 快步而来 听到这个脚步声 老明星 小米米半城 和丁人他们四个人 都是面色大便 好 好了 这一章节就说到这里了 那前方究竟来的是什么怪物 是人的怪物 我们继续来听下一章节 我是拿宝 如果喜欢拿宝讲的故事 请关注和订阅 谢谢 第十九章 《结界》 上一章节讲到 米半城他身上的毒 已经解掉了 他们刚刚出去的时候 就听到有脚步声 听到脚步声 米半城他伸出一张小米 拉到身后 然后他就沉声说 又有敌人来了 米半城身上种的 密河花花毒 已经全部都解除了 就算现在有敌人来 他也不怕 只不过这个来人的脚步声 竟然这么古怪 米半城 他就在心里想 来的这个 究竟是人 还是巨兽 脚步声就越来越近了 先过了一阵 只见面前的通道那里 慢慢走出十几具尸体 他们也是手拿着斧头 斧头那里 铁疾斑斑 他们的脚上 都有铁链锁住 走动自小 铁链就发了哗啦啦的声 他们一起走 竟然也是统一抬起左脚 接着又下来 接着再抬起右脚 又再一次下下 他们每走出一步 都是暴声沉重 发出了咚咚咚的声响 這些割步聲落在大家的眼裡 就像一隻慢慢走過來的巨獸一樣 這十幾具屍體的眼睛都向前望 但他們的眼睛都是灰泡泡的 散發著一股死氣 看到這一副情形,米搬成 他就跟老明星說了 小老啊,你給我照顧好小米 說完他身形一展,就要衷生而出 老明星就連望伸出手來攔住 他就沉聲說了 老爺子,再是你來照顧小米 我來對付他們 米搬成就疾著了 看看老明星那隻獨臂 他就心想了 這十幾具屍體一湧而上 你自己一隻手臂應付得過來嗎 米搬成的心是這麼想 但他都沒有說出來 他雖然第一次跟缺一門的門人接觸 但是從江湖中人的言談之中 他都聽說過缺一門的門人都是很驕傲的 雖然人丁就很少,弟子又稀少 但每個弟子都是性格高傲 從來都不會低頭 聽到老明星這樣說了 米搬成,他都沒有說什麼 如果他再說其他東西的話 就是不相信他的能力了 隨即,米搬成就沒有說其他東西了 但是他在心裡就打定了主意 老明星如果支持不住的話 自己再上傳他出手相助 老明星他就走上前 向那個結陣迎了過去 這十幾具屍體 好像他整體那樣沿著這個通道 一步一步地壓了過來 小米的心裡就蹦蹦蹦地亂跳 他就在那裡想 這些東西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丁忍呢,也是心中一沉 他就說了,這些都是地下天童子裡面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一個樣子 看上去真的很邪 丁忍的心裡還有一個擔心 因為密室外邊那些醜白貴弟子 應該是被血憂癌所殺 殺完這些弟子之後 血憂癌一定是逃之夭夭了 現在在這裡一時三刻 恐怕血憂癌已經逃到無影無蹤了 只是自己門下這些弟子 為什麼會被血憂癌所殺呢 又是一個謎體 難道說這幾個醜白貴弟子 被滅生和尚擦反了 才將鐵門封死 而至於血憂癌轉入到優名鐵櫃之後 第一人就殺了這幾名醜白貴 這些問題恐怕要看到那個滅生和尚 才知道其中的原因 老明星就走上前了 那十幾具屍體現在已經離三個人 只有五、六米遠的距離 老明星停住了腳步看著他們 在他身後 米半成小米丁人 都是目不專精地看著老明星 只看到老明星的右手一臺 就對準那十幾具屍體 猛地一揮而去 隨後就聽到空氣之中 傳來了嗖嗖嗖嗖的聲響 老明星的三袖之中 竟然射出了十幾枚火光 每一枚火光都射到結陣的一具屍體上 火光射到那些身上之後 立即就爆炸起來了 原來老明星三袖那裡射出的 是十幾枚火箭 這十幾枚火箭的威力很大 竟然一下子就將十幾具屍體 全部都點著了 老明星他的右手脫下來 目光看著那十幾具屍體 全身戒備 這些東西既然是一個鐵鎖結陣 那背後必須有人在操控著 老明星他防備的就是 暗著操控的那個人的手捲 烈火紅紅幾分鐘之後 這十幾具屍體就燒成了 叉黑的骨骸 地面上散落著十幾根 鐵織斑斑的鐵鏈 丁忍見到老明星 在瞬間就將這個結界破了 他就不由地大喊一驚 他坦服地對著老明星說 老兄弟呀 你這首功夫 真是帥氣呀 這個一定是你們 決一門老班爺傳下來的功夫了 老明星就點點頭了 他就說了 這個是我們決一門的赤元箭 米半城聽到赤元箭三個字 他就心動了 他就想 聽說決一門有奮心決的一門功夫 但是赤元箭就是第一次聽到 在這個老明星的右手一台 這個赤元箭就擊射而出了 看來老明星他右手的三袖那裡 一定是收著那些什麼功勞之類的暗器了 就是這些暗器做到這麼精緻小 竟然可以收在那三袖那裡 都看不出一些破綻來 這個暗器製造之術 真是神夫奇妓呀 米半城想到了 決一門的祖師爺是老班 他也釋然了 畢竟老班爺號稱天下木工之祖 在他手上曾經流下來無數奇妓淫口的東西 這個赤元箭、奴箭恐怕是其中之一了 這十幾具屍體在壇子之間 就被老明星手裡的箭燒得灰飛煙滅了 小米的心裡就很興奮 剛剛要開口 忽然間聽到老明星臉色一變 他連望走到三個人的面前就低聲說 大家快點退到密室那裡去 小米他就疊著了 他就奇怪地問 做什麼呀?老大哥 老明星他就臉色凌重低聲地說 你們看 隨後他抬起手指向通道的遠處指了過去 只看到遠處的通道之中 一片灰色的武器從遠處慢慢地推進來 老明星看到這些灰白武器的時候 他臉上居然神情緊張 似乎那些武器是什麼很可怕的東西 米半城那隻眼珠轉動了 他心裡就很好奇了 他就慢慢地問 小兄弟呀,那些是什麼來的? 老明星他就低聲說 那些灰白的武器 好像在傳說之中 是雲陽神其是否 某陽神人 dropdow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